你不想理我 我就跟姓玲的那家女儿 彻底划进去 我去买油条 我去买油条 油条 豆浆 我去买 妈 鬼方 走 二少爷 这才几点钟 你就起来了 从今天开始 我决定重新做人 早睡早起 工作赚钱 妈 我知道你不想理我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就跟姓玲的那家女儿 彻底划进界限 您就看我的表现 什么时候我表现好了 您再跟我说话 少爷 你早这样就好了 我看你 我看你 你怎么 你怎么 你一个看电影啊 今天没出诊啊 说来也惭愧啊 小心 偷偷给自己 放个假来看电影 詹姆卡格尼 非常棒的演员 每一部电影都很精进 我一部没落下 我也是他的影迷 我每一部也没落下 这么巧啊 对啊 太巧了 这部太精彩了 我看到一半的时候 我特别地揪心 我生怕那个叛徒 把卡格尼给骗了 但是万幸 那个叛徒因为一句暗号 把自己给暴露了 是啊 我说呢 那个林赛先生 为什么死之前 要突然说一句 卑鄙路斯 原来那是暗号啊 叛徒死得大快我心 乔少爷 看来真是一个大影迷 为了看今天电影 生意也没去做吧 对 对 对了 乔少爷 最近您和住在一号的 黄小姐还有往来吗 同学您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那天大半夜的 您和黄小姐 突然闯到我的诊所来 正好碰到那些太太们 弄堂里不免传出绯闻 居然还有好事的人来问我 您跟黄小姐究竟是什么关系 来到我的诊所 是不是有事相求 我也挺尴尬的 所以今天正好碰到您 冒昧地提醒您一下 和黄小姐酒不太近的话 又会闹出风雨 他一生您挺显得对 反正我跟那个黄小姐 不是一路人也合不来 对了 我先走了 我还有事要做 好的 小少爷再见 再见 痛 痛 好 乔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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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多少天没见 那五千美金追过来没有 遇见扫把姓啊 成天没好事 你那儿又囤什么好货吗 好货 你指啥呀 丝袜什么呢 有 别说是丝袜了 什么奶粉呀 打火筋尿布啥的 只要是市场上有的美国货 我这儿都有 您 不会打算付出了吧 那您 可得带上点我 你一定得带上点我 什么时候有好事 忘了你啊 只不过呀 要看这囤头货好卖不好卖呀 你瞧瞧也是什么人哪 那 那大皮鞋都能卖给种地的 你只要有您在 啥子好卖 只能做这一小生意 什么时候能干票大的 唐医生 是吗 唐医生 快请坐 没打扰您吧 稍后一下 我正在整理病例 马上就好 唐医生把药柜收拾过了 看起来比以前整齐多了 这你也看得出来 以前棕色瓶子是在左边 中间有基本药 右边是蓝色血渣丝聘鳞的纸盒 记性这么好 曹医生你找我是 你对叶同志遗物的保护 让组织看到了你的潜力 现在组织上有一个非常棘手 也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们非常需要得到你的一臂之力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理解你的顾虑 毕竟这么特殊的一项工作 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难免会有恐慌 但是组织请你介入工作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不会让你承受太大的风险 当然了如果你 心里难以接受 我们也能够理解 毕竟你只是小光同志的太太 我们这样做 确实是 强人所难了 我愿意 我愿意 只要是我能帮得上忙的话 你确定黄小姐 以前小光却老跟我说他的信仰和理想 那时候我就想帮忙来的 但是小光老跟我说太危险 所以不让我插手 现在 现在小光走了 我看你们也还是在继续这份实验 我如果能帮上一点忙 那也算是 完成小光未尽的心愿吧 唐医师啊 我这药配好了没有 黄小姐你也在啊 钱太太你好呀 今天 乔家少爷没有陪你一起来啊 钱太太 您那药配好了 好好好 不急不急 稍等稍等 黄小姐啊 你气色看上去蛮好的呀 身上哪里不舒服了 今天小毛病 越视不调 我也正好是越视不调啊 怎么这么巧的了 这个倒找这个唐医师就对了呢 唐医师啊 最近在帮我做调理耶 这样说起来我们俩是病友啊 正好可以交流交流 沟通沟通 话说回来的话 黄小姐应该是大姑娘吧 老二 过来一下 我看你最近精神不错 有改过自新的觉悟 都是感谢老爷子的教诲 您每次批评我都是为了我好 恨铁不成钢 我这么大的人了 还每次做那么多错事 让您费心 我错了 很好 那你 你跟林家的女儿 还有什么联系啊 完全没有联系了 自话当真 你年纪轻轻的 怎么会有问题的啦 我 我一直有的呀 之前都是在吃中药调理 中药嘛 我也吃的呀 我记得这个方子里啊 有那个 有黄旗 有党生的 还有还有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 你晓得吧 白竹 对对对 白竹 白竹 这个方子主要是健脾益气 也能够顺便调理一下月室 但是我吃过了 一直都没有什么用 不然也不会来找唐医生了 我也没有想到 原来我们巷子里 还有个这么好的西医大夫 是啊 陈太太 您的药已经配备好了 如果没有庞的事情的话 我要给黄小姐听诊了 好好好 等一下 再说两句啊 我家的家门啊 随时向你敞开 来找我 钱太太您看看药对不对 好好好 就不打扰你们两位了 好好好 慢走 钱太太 钱太太再见 好好好 不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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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忙 你们忙 刚才我替你捏了一把汗 你竟然能够把 越视不调的事情 说得那么有模有样的 其实 我的确还有一点 越视不调的小毛病 来的时候还想 让唐医生顺便帮我看看 开点药呢 你 你 你刚刚说的是 只要是我可以帮忙的 我都愿意尽力 有你这句话太好了 谢谢你 黄小姐 那具体事情 组织上会有另外一名同志 明天给你详细说明 你们见面地点在太祥理发店 对方会以一顶棕色的帽子 作为街头暗号 你看一看 你什么和对方街头比较方便 我 我 我带一个珍珠胸针吧 怎么了 爹 拿着 给谁 你把这封信啊送去给林阿姨 爹 我还要重新做人呢 你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让我给林阿姨送情书 妈知道会扒我的皮的 你自己去啊 你瞎说什么 什么情书 林阿姨对我有点误会 我不过是书面解释一下 都是光明正大的话 爹 你永远是光明正大的 但是送情书 我得投机摸狗地去呀 妈要是知道了 算你的也算我的 当然是算你的了 爹 你每次弄了黑锅 就让我背 我可吃不下 你自己送去 回来 你想不想让你妈消气 你要把这事给我办成了 我会出面劝劝你妈 紧说你的好话 让你们母子和好 给 立文 立文 你来看看 这些首饰好不好看啊 是要买摩登的呀 很适合林娜的 听见了吧 姐姐也夸漂亮的 这些都是香港来的款式 能够好看吗 这个耳环上的宝石 这么大 广州也有这么好的宝石啊 好看吧 这个是云府亲自给你挑的 说要好好地消气一下 妈妈 你还是要嫁给那个开飞机的 怎么不听话呢 妈 妈 丽娜 要不你们先聊 我要去做个头发 完整就回来了 巧了 我也想去烫个头发 走 我们跟姐姐一起去 我去干吗 你也该做做头发了 走了我们三姐妹一起去 妈 我去的那个理发店 比较老气的 我觉得不太适合你跟丽娜 要不 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 做头发嘛 关键就是要在一起 要不然多无聊啊 走了啊 妈妈去换衣服 除了日本的海水珍珠 其余的都不值一提 是吗 是 来来来来 来 走了啊 来 走了啊 三位小姐 欢迎光临 三位 先看看 喜欢什么发型 选好了 告诉我 这款怎么样 美好啊 你看呢 乔太太 也做头发呢 把这封信 送给那个做头的太太 去吧 你给我啊 这小脚花子 妈你看就是脏手 赶快去去去去 我给你鞋 去去去去去 别进来了啊 林阿姨好 妈 我刚刚路过看你那场头发 就进来陪你一下 丽娜啊 你过来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 是乔家的二公子 以后你看见他呀 可要躲得远一点 至今都不给你姐姐 一个说法 小话 丽娜小姐好 是你啊 是我啊 挑什么地方 无言兆气的 丽娜 好的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三一天到晚 屁死不干 还要我给钞票 信不信我马上打电话 到警察局 说你们一个个 都是共产党 打呀 打电话 去吧打呀 我打 打 你打 你打 信不信我吹死你 吹死你 吹死你 鹿似珍珠 月似宫 你神经病啊你 刚才谁说这有工党 你搞什么东西啊 多手多脚的 小姐 你的胸 我这儿 牛腾 警察先生 警察先生 你怎么叫你 妈 妈 小姐 你能不能先帮我 照顾一下我妈妈 我晚上就回来 我们俩不是朋友 我干嘛要帮你啊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干什么呢你 太受流氓 受流氓 误会误会误会 误会 这不是摆了门的 丽娜小姐吗 她欺负你了 对 就是她欺负我 你敢欺负丽娜小姐 抓起来 我人凑人了 什么人凑人了 你 不是 丽娜 我妈妈晕倒了 快去找她 不好意思啊 真的是个误会 是个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啊 你等会儿 你跟她什么关系啊 她是谁啊 出去盗是吧 都给我抓起来 等会儿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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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 误会啊 放了啊 你什么人啊 毛六爷认识吗 我是毛六爷的人 我毛六爷的人啊 自己 自己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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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啊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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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人 自己人 走 走 都散了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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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去谢谢都没有 谢谢了 快帮我交辆车啊 快点啊 车 车 车 快点 坐好了 坐好了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 连个谢谢都不说 刚刚真是很抱歉 那么混乱 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工资 也没有经验 还请您多多报还 王姐刚刚做的 已经很得体了 但我们言为正传 也是考虑到你的经验 所以组织上让你做的事情 并不复杂 希望你以家人的身份 接近你妹妹的未公司 乌云甫 乌云甫 也是我们的同志 我现在还不能多说 可是 我虽然很愿意帮助组织 但我跟我妹妹的关系 不是太好 甚至说 时非常早 这个我们确实没有想到 那你们俩 从小到大都不亲近吗 小的时候 我们俩还是很要好的 直到我离开家 我已经努力想去和好了 可她还是很生气 我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一味地靠近对方 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你不妨试试 让你妹妹靠近你 让她理解你的苦衷 我相信 你们俩会走得更紧 你不妨试 爹 事情竟 竟长得怎么样 顺利吧 白白那部信呢 是送不出去的 但是没想到呢 妈 莫庚啊 资卫会的孙主任要做寿了 你回头啊 帮李杰给他写副号子 爹 妈 我们先聊着啊 我先去忙去了 我先去忙去忙 没问题 想想写什么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好好想想写什么 好好 马上去写 妈 这什么东西啊 给我看看 哪儿来的 在你兜里看见的 是不是又是哪个戏迷 对你念念不忘 给你写的情书呀 我看看啊 莫庚 你看什么看呀 你又不识字 让我来给你看看 多给你听一听 不然多浪费人家的一番心血啊 云上 提笔写下你的名字 让我感慨两多 那天的偶遇 希望你没有介怀 我绝非有意如此表现 云上 当年我俩经历过的 不念了 不念了 休死人了 妈妈 我想要不就 我看你 绝对你 我看你 你怎么知道 我看你 你怎么知道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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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客长放心 去吧 是 姜科长 办公室没找到您原来您在这儿啊 姜科长 别来无恙 楚科长别来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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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我奉南京方面指派执行紧急公务 所以不敢耽搁 这次行动关系重大 还希望姜科长配合 楚科长的行动我几时没有配合过 姜科长的话听见了吗 一会儿就去设备科拿最好的设备 监听要德国的 监视器材要日本的 姜科长 功务在身 先走一步 慢走 你去哪儿了 妈就那么晕在店里 要不是乔老儿帮忙 我一个人怎么扶得了他啊 我一个人怎么扶得了他啊 还烫发烫发 找那么一个店 把妈气成这样 对不起 我不知道事情会搞成这样 你现在有空吗 我想 没空 琳娜 你不看看几点了 我要上班了 该化妆了 要不我帮你吧 你帮我 这些年没有你帮 我不也过来了吗 现在你想帮 不好意思啊 你帮不了 所以组织上让你做的事情 更不负责 希望你以家人的身份 接近你妹妹的卫空需 乌云甫 乌云甫 此次南京方面指派的任务 尤为重要 我已立下军令状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 航空大队大队长乌云甫 科长 我听说过这位乌队长 据说他的作战能力很强 是 我也听说五人机组 才能完成的运输机 他双人就能完成 没错 据我所知 这个人在空军中威望很高 他的老上级 原空军少将吴世雄 已经被南京方面秘密逮捕 经调查 吴世雄的真实身份 为中共地下党党员 而这个乌云甫 与吴世雄接触频密 很有可能已经被策反了 目前 乌云甫正在上海休假 这正是中共与他接触的 最好时机 这是乌云甫的全部档案 你们俩在行动的时候 要切记 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 千万别轻举妄动 不能惊动了乌云甫 这样的话 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但是 只要拿到证据 证明它是中共地下党 马上逮捕绝不出来 明白吗 明白 别忘了 别忘了 对 你 就 这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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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关心起没求人事了 那个 二弟啊 用帮忙吗 不用了 他 他 他看没看见啊 不是 那鸡脚干啥去的那黑棱下火 应该看不见呢 他 他没看见他怎么能那么说话呢 这样别慌 你现在上去探探他口风 那我怎么看 你没法看 不是他 他没看见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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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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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妍小姐 这么晚还没看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忙呢 二弟 阿三哥过来给你唠唠吃啊 刚才 瞅间 瞅间都瞅间呗 啥大不了的 来 二弟啊 既然瞅见了 咱就亮出来吧 二弟 二弟 我啥我也没干 二弟 我真的 阿三哥平时带你不保 二弟 真的 我啥我也没干 你要是不想让我再来住我搬走 还不行吗 二弟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别这样 行不行 我求求你咱别开这玩意儿 行不行 二弟 我求求你 阿三哥 阿三哥 美国我打火机给你 送给你的 阿三哥 你看你傻的 吓 吓哭了 又这么开玩笑 对吗 他多吓人哪 干啥 这不到头去火 对吗 这不死罪吗你 送给你的 养啥身体啊 这么吓 吃啥能有用啊 好了 高级我了 杨妈的 送你了 我不要 你知道我光棍一条 这老娘们东西我也去付上啊 真不要啊 二弟 我想起来了 我们局长平时带我不忙 我就想把这个东西 送给局长太太 你再给我拿几双杯 够了吗 够了 不是阿三哥说你 你这以后晚上变老这么晚回家 行不行 让家人都操心你干啥呀 看 刚才你大嫂担心你 还专门到楼下去找我 不不 你咋还不回来呢 把我安慰得几句 说你 说你这么大人 那肯定没事 你说是不真 好 那行 那你歇着吧 我回去了 三哥 啥事啊 请 你慢着 我回去了 咋了 他看出来了 咋了 你说话呀 没事 啥没手出来 那你怎么了 咋了 这丝腕 是羊毛的 穿起来可闹会儿的 送我的 恩的 谢谢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了 这个风筝 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 想起了以前的事 就想买个风筝 想着什么时候等天好好些了 没有现在这么冷了 我们可以一块去什么呀 你还指望 我会跟你一起去放风筝 我知道 以前的事 你一直都记在心里 不肯原谅我 但是 你可不可以 不要一直对我这么冷淡了 我已经回来了 琳娜 我们不是姐妹吗 姐妹 你走的时候 怎么就不记得我这个妹妹了 你走的时候 手指都没有跟我说一声来 我是想跟你说的 那天 我把你的风筝补好了 就像现在这样放在桌上 我是想等你回来 最后再跟你说说话再走 我走 你走 你帮你走 谢谢观看